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红旗新能源赞助播出 当一百万年后所有存储方式都消失的时候 或许在一片叶子里还保留着人类文明存在的痕迹 把一首歌存在叶子里并不完全是幻想 而是今天科学家们正在探索的数据存储的新方式 DNA存储 这是你头发的毛囊 放大放大再放大 就能看到单个细胞里的DNA 为什么科学家要研究DNA存储 因为DNA能存储的信息密度远超你想象 如果把它们拉直甚至比一米还长 其中存储了30亿碱基队 信息密度远远超过人类制造的一切存储介质 碱基队是什么 仔细看 DNA就是由着四种碱基构成 线飘令 胸线密定 鸟飘令 褒密定 我们用ATGC来代表它们 一个碱基可以用两个二斤质数字来表示 它们各占一位的存储空间 位也叫比特 是信息的最小计量单位 所以一个碱基占据的空间就是两位 在计算机中 八位就是一字节 1024个字节就是1KB 1024KB则是1MB 以此类推 一条30一个碱基队的DNA的数据量 就是60亿比特 换算一下大概是7GB 而它仅仅只有几纳米 即便要把人类掌握的所有数据都存储下来 也只需要大概一公斤的DNA 一个冰箱就够了 当然我们不是要用人的DNA当硬盘 那我们可以从植物开始吗 比如我们办公室折捧唯一的铝植 仙人掌 把这样一首歌存进仙人掌 其实只需要两步 第一步把这首歌从0和1变成剪辑放进DNA 第二步把DNA放进仙人掌 让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简单来说 数据在计算机眼中都可以看作一串二进制代码 理论上只要把这些0和1翻译成剪辑就能够存入DNA 如果我们要存入2023这串数字 接住转换器可以转换成这样的二进制代码 但我们还不能直接把它们翻译成剪辑 要利用DNA这样复杂的有机化学分子 如果生班硬套的逐字翻译 无论存储还是读取 数据都难免出错 所以写进DNA的数据必须增加一些用来核对教验的编码 这会使数据体积变大 显得有些冗余 不仅如此DNA虽小读取却不快 如果数据很大就非常影响使用效率了 对此最标准的办法就是给数据分段并行读取 为此我们又给每段数据一个编号也叫做索引 理解了冗余和索引 我们就可以像这样在数据外部添加冗余添加索引 再在数据内部添加冗余 最后转换成剪辑 这样就能确保数据不会丢失、出错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挑战 怎样把这些数据写进仙人掌的DNA里 目前学界对DNA存储的研究主要是活体和体外两个方向 其中最常见的是把大肠杆菌作为存储对象 2017年哈佛大学的George Church团队 把人类史上第一部电影《麦不离奇的马》存入了大肠杆菌 并能较为准确地从细菌体内读取并复现 这部电影其实就是一个只有5帧的GIFT图 像素为36x26 研究人员对每一个像素、每一帧都用剪辑进行编码 然后用基因编辑工具CRISPR 将每一帧的信息按顺序插入了细菌们的基因组 存入的信息大约共有2.6KB 这些大肠杆菌在培养品上经历了许多代的繁殖 担当实验员们把他们的DNA拿出来测序 播放那5帧影片 准确率仍然达到了90% 那植物呢? 在我查阅大量资料后终于发现 在10年前就有两位生物爱好者 做过这样一个现在看来非常浪漫的研究 2013年来自马里博尔大学的Karin和Azotok 将一小段写入Hello World pattern代码 编码到烟草植物的DNA中 在Karin当时的博客中 她曾经写到 统计显示我们每天产生2.5亿币的数据 那可是25000亿个GB 并且还在越来越多 今天的存储介质容量如此有限 又占地方 并且它们只有10年左右的寿命 于是在一个下雨的下午 Karin和她的搭档Azotok 她们看着窗外想象着 可以把我们电脑上所有的数字信息 永久存储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人类历史上 所有的数据放在一块石头里 靠近云山或橡树 她们在纸上画了一张草图 写下一些DNA序列 在两位生物教授的帮助下 便有了这次实验 编码过的烟草植物 被培养出了种子 再次播种后 它们对第二代植物叶片 进行DNA测序 并转化为二锦质 当初写入的Person程序运行完美 在计算机屏幕上 打印出Hello World 故事说完了 那它们是通过什么方法 将Hello World的运行程序 放入烟草叶片的呢 答案是 浓干菌转化法 何为浓干菌转化法 简单来说 更爱浓干菌能通过伤口 侵染大部分双子叶植物 导致其产生观影流 这是因为浓干菌中的智力 能将其中一段特定的DNA片段 转入宿主细胞基因组 如果我们把需要写入的数据 编辑到这段DNA中 就意味着我们能够把信息 存储到宿主植物中 就像论文中用到的烟草叶片 但我看到的浓干菌转化实力都是这样 这样有很大叶片的植物 那我们办公室的仙人掌能被改造吗 好在我又找到了这篇文献 有学者证实 浓干菌可以对梨果仙人掌进行基因转化 这是一种能吃果子的仙人掌 然而这种果子蛋白质含量较低 作者认为对于墨西哥等地区 经常使用这些果子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问题 所以才做出了这项研究 希望提高其蛋白质含量 尽管研究中基因转化率仅为3.2% 但足以证明浓干菌转化的基因编辑方式 对于仙人掌是可行的 既然如此 那么理论上我们把小凡之哥 写入仙人掌的DNA只需要7步 首先把准备好的信息和耐药性基因 一起写入智力 让根埃浓干菌摄取这些智力 或增培养这些根埃浓干菌 用这些浓干菌感染仙人掌的气口 把受感染的仙人掌组织 放在无菌培养机上培养 在培养机中下药 没能写入信息的细胞会死掉 利用组培技术 把剩下的细胞培养成完整的仙人掌 这样理论上小凡之哥 就已被存进了仙人掌里 至于怎么听歌 可以从新一代的仙人掌上提取细胞 做个基因测序 我们就能再次听到这熟悉的歌声了 通常 这需要给四种剪辑染上不同的颜色 借着颜色的次序 我们可以轻易读出剪辑的顺序 再还原成二进制代码 得到我们之前写入的数据 不仅如此 理论上讲 这首歌可以遗传给这颗仙人掌的所有后代 由此 世世代代地存续下去 听起来还挺浪漫 无论是你的光盘 硬盘 手机内存 几十年后 它们的数据都会逐渐消失 而你记下来的笔记 书架的藏书 可能也会在几千几万年后 风化消失 但是存在DNA里的数据 可以抵抗上百万年的时间 在零下五摄氏度的缺氧环境下 DNA中剪辑序列的半衰期 大约是521年 而且DNA分子即便断裂 也可以把碎片拿出来测序 也就是说 只要有一个超低温冰箱 那么在150万年之后 未来的科学家们 都有把握复原其中的信息 刚才是跟你开了个玩笑 但接下来是认真的 2013年 科学家发现了藏在永久冻土中的 70万年前的麻胀骨 而且真的提取出了 那个远古生物的DNA 但不得不承认 DNA作为存储媒介 又有一些极其致命的缺陷 首先是屏幕前的技术 它的制作成本相当高 在实验室里 合成一个剪辑的成本 大约是几块钱的样子 存储一兆的信息 大约需要几百万的活动经费 一些商业项目拼命压低成本 也只降到了每兆几万块 更别提这一切 都得交给专门的实验室了 如果说成本 可以通过规模来摊平 那么DNA更大的瓶颈 恰恰是难以规模化 因为DNA的读写速度 实在是太慢了 毕竟 无论编码剪辑序列 还是基因测序 靠的都是复杂的化学反应 我们用尽全力 它的读取速度 也在每秒2KB左右 你往DNA中存一部5G的电影 也需要728个小时 约等于一个月 更荒唐的是 我们还没有任何办法 在DNA上定位信息 也就是说 你不能像硬盘那样 直接拖出你想要的文件 无论想在DNA上翻阅什么 都只能把所有信息 全部提取出来 存在某个可以随机读取的媒介上 再慢慢地找 所以 虽然想象的画面很美好 但我们离摘下一片叶子 就能听一首歌的世界 还有很长的距离 而即使这一切真的发生了 每一片叶子 其实播放的 也都是同一首歌 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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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人爱你很久 我应该也让你开心的声音 你让你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